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7月4号下午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五名城管 围殴一名32岁的西瓜小贩 用搞霸击打小贩的后脑致其昏迷 围观民众出于义愤 纷纷上前指责城管 城管逃入附近的油田派出所 上千民众围堵派出所 大批警察到场戒备 警民双方对峙到晚上 有两人被警察打伤 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8号被判处死缓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不少民众质疑判刑过清 有评论认为 中国从基层到顶层的许多官员 透过权力所获利益都与刘志军比肩 因此不会将他判处死刑 既是物伤其类也为自己留条后路 在缺乏权力制衡媒体监督的情况下 任何反腐手段都不会奏效 香港记者协会7号发表 2013年言论自由年报 批评特首梁振英上任一年来 是香港新闻自由糟糕的一年 记者比较 特首梁振英与前特首曾荫权上任后 11个月的表现 发现本届政府经常以书面回应 代替记者会 次数比上届政府同期多8倍 去年发生的18起 记者受到不公正对待 其中7起发生在大陆 特区政府对此采取不了了之的方式 另外中央驻港联络办 也采取了更多打压香港媒体的措施 7月5号 广西吴州腾县精神病院 7名重症精神病患者 组织30多名其他患者 抢走护理员的钥匙 集体出逃 6号 出逃病患已经全部被找回 并继续留院医治 由于这7名主要策划者 均为当地警方 强制送医 民众质疑 新精神卫生法 并未得到全面落实 四川眉山市市委宣传部 致函东坡区教育局的 一份红头文件 7号被网友曝光 此函要求对方妥善安排 该部某干部子女 到东坡中学就读 眉山市委宣传部 8号证实确有此事 但辩称这只是一份职工子女的转学证明文件 此说法受到质疑 事件引起网络热议 网民纷纷谴责中国特权阶级滥用公权力 日益嚣张 台海两岸日前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 在台湾引发激烈反弹 马英九8号接见台湾财经学者时 再度强调两岸签署这一协议的重要性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同发自台北的报道 周一上午 马英九接见台湾一群财经学者时 再度强调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重要 马英九强调 其他正在与台湾谈判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 都在看台湾的表现 马英九说 马英九表示 台湾目前在自由贸易的达成率上 严重落后在新加坡 日本 乃至于大陆 韩国之后 希望台湾这一步 赶快踏出去 不是为了两岸关系 是为了整个对外经济版图的开拓 乃至于市场占有率的维持 尽管马政府再三喊话 但在野的民进党 台联和亲民党 都强调服务协议 要逐条严格审查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感谢您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